當開發成功獲取LR裝備 我們又可以獲得210點積分點數 衷心感謝大家的一直支持 你們每一個的訂閱鍵 都是令到本頻道可以保持製作優質作品的動力 大家好,歡迎來到大聲中間頻道 繼續和大家買黑色五頁草M魔法低之道 今次影片就和大家介紹一下 怎樣可以更快地獲取工會積分 事不宜遲我們馬上進入解說環節 Let's go 今快進入到遊戲界面 首先介紹了目前開放了榮耀戰的玩法 騎士團的榮耀戰分別有5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就是匹配階段 第二個步驟就是對戰階段 就是目前大家看到的階段 第三個階段就是結算階段 第四個就是發放獎勵階段 根據騎士團的排名 所有騎士團的成員都會獲取獎勵 主箱和騎士團的排名團友都可以獲得個人獎勵 在騎士團榮耀之戰進行期間 記得千萬不要退出工會或者進入工會 因為途中參加的玩家 是不能參加榮耀之戰 去到最重要的部分 大家就會問 怎樣可以有效刷到對應的積分呢 刷積分第一個 最簡單的就是選擇有誠意的項目 例如目前裝備關卡有個積分加倍 把所有體力值全部放進去 刷裝備關卡 刷裝備關卡的時候 記得使用對應的料理 來提升一些LR掉落機率 因為每一次獲得LR裝備 是可以獲得105分 而105分再乘兩倍積分 代表著可以獲得210分 除了裝備關卡 大家需要留意外 還有分解裝備 附魔裝備 這一堆都可以獲得工會積分 而最後有個事項 大家經常忽略的就是其他 其他裏面有個製作料理 其實都會有積分 還有世界地圖探索 當我們點擊世界地圖 每一個不同章節都可以進行探索 當探索完之後就可以獲得料理材料 獲得完料理材料 又可以去基地製作料理 除了製作料理之外 還可以去對應區域進行釣魚 釣魚亦都可以獲得積分 除了製作料理 探索不同的世界地圖之外 還有其他事項 例如進行一些小遊戲 小遊戲中其中有一個大家經常忽略的 就是阿斯塔上樓梯 當完成每一次上樓梯的話 就可以獲得15點的積分點數 我目前有34張 假設完成的話 就會獲得150積分點數 最後還有個提示給大家 就是去回我們基地 基地裏面有個裝備開發 裝備開發方面其實沒所謂 直接點擊隔營 然後上完所有的UR裝備 當開發成功獲取LR裝備 我們又可以獲得210點積分點數 大家就可以不停拆裝備關卡 拆完裝備關卡 有多的SSR、UR、LR的裝備 就可以去回基地 然後點擊開發裝備 不停開發裝備 就可以獲得大量的工會積分 影片介紹到這裡結束 希望可以幫助大家更加清楚 打這個工會戰的時候 怎樣可以有效獲得更高分數 喜歡的記得按個讚 未訂閱的觀眾可以按訂閱鍵 想一起玩或者加入工會的玩家 記得馬上進入Discord 好,那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